看看新闻榜 说我爱你 当天穿着嘴花衬衫的李小冉 和许嘉宁手牵手 一脸幸福地走进婚姻登记处 据民政局的工作人员透露 两人在亲友的簇拥下 只用了半小时就火速低调晚婚 其实早在6月18号 李小冉和许嘉宁就被拍到 一前一后同事现身机场 现在想来 原来是双双飞回老家办喜事呀 据悉小冉与新婚老公 仅相恋半年就完成人生大事 相比于之前漫长的数段恋情 实在算是闪婚了 新郎官许嘉宁在圈内 口碑良好 为人豪爽 亲友们盛赞两人再合适不过 只是在这大喜的档口 我们也实在很难不想起 严波这个名字 不知道什么时候会与男婚礼呢 希望是明年吧 已经有计划了吧 对 有计划了 最近一直在调身体 吃中药 然后最近感觉好像比以前要好多了 这个曾让林小冉大方说爱 流产两次的男人 这个为了和林小冉在一起 而被砍至重伤的男人 这对共同经历过无数坎坷的昔日情侣 终究还是分道扬镳 有人说是因为烟波始终不肯履行婚约 有人说两人早就各寻所爱 无论如何 有缘无分已成定局 也许风风伯伯向来就是林小冉的写照 人家都已经开启新生活了 我们的祝福也不能太滞后了呀 有了新的地 公主百年好合 综合报道 就这样不走 看帐来自宽体的决定 看帐来自宽体的决定 对 Stick